欢迎各位收看这个节目,我是小腿琴手,叶兆熙 小主琦第一拆,第一首讲的歌就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其实为什么会讲这一首歌呢? 我们收到这一本琴书,很容易就急不及待就揭去这一首歌 其实这一首歌很简单,我给如果两个音,其实 其实已经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可能你如果懂节奏的话,其实 其实你已经拉了一首歌,那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板去讲的呢? 其实是,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一首歌前面那两板呢 它是讲了几样东西是我们学小提琴 或者甚至学音乐呢,是都需要掌握的 如果大家看一下,现在你在萤幕那里看到的这一板 他一开始他说,Exercise for proper E string posture 是讲姿势 他说,我们要掌握拉E线的姿势 大家看到呢,我拉Semi Quiver的时候呢,用很少弓的 然后两个Quiver呢,略略多一点 好了,然后掌握了这个很简单 16分音符和8分音符之后呢 第二行呢,他就叫我们呢 中间不用要一个Rest了 然后呢,就可以是 好了,然后第二行,第二下半步呢 就是另一样东西了 就是Exercise for changing strings 拉琴其中一样我们初头要掌握的技巧呢 就是换弦 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有一拍 去给我们换弦 就是这样 大家再看多一次,我在换弦 我是利用那一个一拍的Rest去换弦的 慢一点试一次,我试试 带一个Mute 让他出来呢,可以轻声点 Rest Rest 事实上呢,我们很多时候呢 换弦准备的动作呢 就是要利用那个Rest去做的 好了,如果熟集了之后呢 就可以不用Rest 好了,其实第二行是做什么呢? 第二行是缩短我们准备的时间 当然呢,如果我们有一拍 甚至两拍的Rest的时候呢 我们多很多时间准备呢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 那个换弦会不会迟了 好了 慢慢换都可以 但是我们不可以整天 希望那首歌是就我们 有个Rest 有个两拍三拍四拍的Rest 去就我们,让我们慢慢去换 那所以呢,我们要懂得 就算没有Rest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准时换弦呢 这个时候呢,用拍子机 就是可以帮到我们 如果我们开着 譬如80或者60 所有换弦都要响 都要跟这个正拍对齐的 然后第三拍换弦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你可以慢练的 一二三 但是你不可以慢条 你呢,这样去换弦 这样的话呢 你的手换弦支呢 其实它要有个感觉 它一定要准时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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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它要将这个换弦感觉 的感觉呢,跟这个第三拍呢 是对齐 好了,然后后面那一把 Exercises for quick placement on fingers Fingers 除了右手要准备之外呢 其实左手都要准备 如果有一拍的Rest的时候 或者两三四拍的Rest 那我们可以慢慢呢 排这些手指呢 排到它对的位置 但不是整天呢 音乐呢 都是可以给我们这样做的 如果有一些练习曲 它是可以 譬如现在呢 大家看看这一版的第三拍 它是特意给我们时间 我们呢 去习惯慢慢放些手指下去 但是呢 当你熟习了之后 它是没有Rest的 那我现在试一次 譬如第一行 第一行是 就要在Rest的时候 去按 即是放一只手指 合起一只手指 或者 离开弦 放开了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我 2 3 按 放 按 放 其实呢 按或者放 或者开和合 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你这个动作呢 又是了 不可以 慢条斯理 是要很干净利落的 即是不可以慢慢放慢慢落 即是如果你拉成这样的话呢 当你没有Rest的时候呢 你就会乱了 你就会做不到那个很干净的效果 如果你慢慢这样按下去 慢慢上回来 其实没用的 因为你是 你是 硬是 自己给多了几拍自己 去做这个动作 你给多了时间自己 那但是 如果你开着拍子机的话 当然了 你开着拍子机 你无非都是想 就是 等它告诉你 哦 是不是去到第三拍了 你要做些什么 那你如果不跟着拍子机呢 那是没有意思的 那所以 开和合 这个动作呢 干净利落 还有 不好见到有Rest的时候呢 譬如 到你真的要打开手指的时候 很突然 或者很大动作 当你这么大动作的时候呢 你变成了你开和合呢 你那个动作都要跟着这么大 我们想 手指呢 开合呢 其实都是距离条件 尽可能不要超过一厘米 不论是哪个手指 一二三四都好 不要让它超过一厘米 按 放 字类推 好了 如果你能够 控制 好好控制 它的开合的速度 和范围的话 和它的反应的话 那跟着你看第二行呢 就容易很多了 即使呢 即使呢 这个第二行呢 中间是没有Rest 那你都不会觉得 我要用压我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行 好 刚才我放的时候呢 我略略多了 你看到我的一手指呢 是高了 再试多一次 其实呢 很简单 主要是它告诉你 那个箭咀呢 是 它没有写 箭咀整天都是落 但是你看到 一二三 然后到二的时候呢 是离开条弦的 这个它其实 在那个Rest上面写的东西呢 就是你要做的东西 就是要放一手指下去 合一手指 合二手指 还有啦 就是 当你合一手 一二手 三手指的时候呢 前面那些手指不要打开 就是 合一 合一 然后这个合二手指合一 的时候呢 你不要以一手指放开 全部之前按的 低音按过的手指呢 要继续留在条弦上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 我们想省力 那你问 那怎么省力呢 其实你每一下 动它 其实是在用力 所以换言之 如果你能够 给一只手指 在指板那里 不要用力 它的话呢 其实它是在省力的 然后看一下 第下半段 就是在手指 放下半段 一二三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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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和 正确地 一二手指 一二三手指 这个是再高级 一些 再难一些 的一个 这个练习 有什么不同呢 和上面的练习 就是 上面那个练习 一拍 我们利用的一拍 放一只手指 可能是放一手指 或者是拿起一手指 但是每一次的动作 这个一拍 只是一个动作 就是一只手指 开的开 或者合 但是又是 音乐呢 很多时候 我们不只是 需要 即是 如果我们只是 在那里 那里 去准备 一只手指的开合 那那首歌 又是有很多限制 音乐 不应该是 有这些限制的 那有时呢 我们就是 一拍里面 是要 准备 多过一只手指 去准备 譬如呢 这个练习就是 它写着 一拍里面 你要排好 一二三 我试一次 3 这个是 3 4 它说 你没拉之前 你在 Rest的时候 你的一二三 手指 已经要 按响 那个 之后 那个小节 会拉的 位置 即是D C-sharp B-natural 已经要按响 这些位置 不是隨便 放在一个位置 是要按正在 这三个音的位置 所以有Rest的时候 其实你的手指 已经在了 Rest 然后 Rest 然后Rest 又是再一次按住 这个时候呢 你的手指的开 你的手指的排列 应该是怎么样呢 是一二打开 二三手指 连 二三手指 为什么要连 因为它们是半音 一二手指 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它们是全音 全音的意思 就是有两个半音 两个Semi-tone 我没有说错 是的 两个Semi-tone 也就是一个Hole-tone 全音 再试多一次 2 3 1 2 3 按下去 3 4 按下去 3 1 2 3 按下去 我等久了 按 按 其实就是这样 当然你练的时候 不要只是 好像我刚才这样 只是重复一次 试试看可不可以 重复十次 看看这十次里面 能不能够每一次 都是保持 在Rest那里 准时 最好开拍子机 开拍子机 看看可不可以 在Rest的时候 真的按到 这三只手指 而出来的音 还要是准 好了 再下一行 这次呢 其实都是一样 只不过之后的节奏不同 1 2 3 按下去 3 4 按 就是这样 好了 熟集了这个之后 这首歌 这本书才说 现在 你就可以 去拉 去试一下拉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很多谢大家收睇今集 如果你喜欢今集的内容 请你给个like我 如果你有朋友 在学着小提琴 或者对小提琴有兴趣 可以把这个视频 告诉他们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留言欄 告诉我 我是叶兆熙 全职小提琴手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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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